神州名胜满目营 文史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 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资博市林姿区四王中景区 这边有四座大墓 咱们今天探访第一座 也就是最西边的这个 也就是齐威王墓 这个四王中从西向东 分别是战国时期的齐国国君 威王 宣王 敏王和湘王 这四座古墓被称为东方金子塔 四王中最西面的这座齐威王墓 周长是140米 高度是30米 这个墓是有道路可以爬到墓顶的 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文物部门给的提示 这个坑洞指的大部分就是道洞 像这种的道洞 我看到了最少三处 毕竟这个墓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 这里的道洞估计数都数不过来 假如你现在来此能看到最多的就是监控 基本上20米不到就有一个监控 不过我看到山上有本地人在种地翻土 不知道我要是在这挖几产子土 会不会把我直接给抓起来 言归正传 我们聊聊牧主人齐威王 公元前356年 齐威王他爹田齐桓公田武去世了 把这个满目疮痍破烂不堪的齐国 留给了自己的儿子田银齐 田银齐刚继位的时候 成天在后宫谈情饮酒 难以自拔 但是百官谁都不敢前去劝谍 这时候一号大人物周济出面了 周济很聪明 投其所好 以古琴的名义就见到了齐威王 齐威王在屋子里谈情正欢 周济刚走进去就喝彩道 谈得好 不料齐威王把秦一放 按住宝剑说 你才进来 如何就知道谈得好呢 周济不慌不忙 娓娓道来 大贤小贤的配合 就好比国君和宰相 和谐的琴声就如同治国安民 齐威王听周济叨叨了半天 最后才搞懂 这家伙原来是劝谍自己专心朝政的 而周济的这次进见很成功 不仅使齐威王迷途之反 自己也做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齐国相国 并且这个周济是个一米八的大帅哥 在齐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这个周济曾经问自己的妻子 妾还有宾客 自己和徐公水美 这个徐公可是齐国非常出名的美男子 然后他们统一说周济美 后来周济就见了这个徐公 自愧不如 然后回家 他就深思了一下 然后就给齐王上奏 说我问我的妻妾和宾客 我与徐公水美 我能确定我没有徐公美 但是我的妻子偏爱我 然后我的妾害怕我 我的宾客有求于我 所以他们都说了假话 现在咱齐国土地方圆千里 称池一百二十多座 王后嫔妃加上亲信侍从 都偏爱大王 全朝的大臣害怕大王 咱城市内的所有的人都有求于大王 所以大王你受的蒙蔽太深了 这时候齐国王就说 好 然后他就下了一道诏令 就说能亲自来朝廷上 给我禁建的 你就得上等奖 然后能写信禁建的 就得中等奖 你如果在公共场合讨论的 让我听到了 就得下等奖 这个命令发出之后 那来到宫廷禁建的人是非常的多 整个宫廷就像集市一样 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来禁建的 虽然说有 但是也是偶尔来一个 到了一年之后 有人想禁建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禁建的 所以这就是著名的 周济讽齐王那建 这里边的齐王 说的就是齐维王 齐维王曾经一次性当众 烹杀了十几个贪官奸臣 这样的雷霆手段 在先秦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俨然一副超强法家的做派 此外齐维王大走群众路线 立起了诽谤墓 上面挂着墓牌 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对政府和官员的意见 写在墓牌之上 定期由官府收集墓牌 直接就送到齐维王处 在当时 这成了国军绕开官员 与国民直接联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然齐维王与齐宣王之后 七国官场奢靡安逸之风重燃 而帮墓也越历越高 渐渐的人们就够不到了 而到了东汉时期 开始使用石柱 也就变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滑表 它的作用已经消失殆尽 高大的滑表 由于长期处立在工程大门之前 慢慢的就演化成为了国家权威的象征 齐维王求贤若渴 吉姆大夫干得好 齐维王立马封为万户 邹记古秦奉剑 便败为相国 对于孙并也是一样 宫中一次问对 齐维王就立马败孙并为国师 一位国君 败施于一个败施并行的残废 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 而另一位功臣田记 一生之中流传后世的故事 主要就有三件 一个是田记赛马 一个是桂陵之战 再一个就是马陵之战 而这些事情 都是发生在齐维王时期 公元前353年 桂陵之战 公元前341年 马陵之战 公元前334年 齐维王徐州相王 这就能看出来 齐维王称王 乃至齐国的整个霸业 其实都跟田记 打的两场战争有关 这时的齐维王满朝文武 可谓是中齐国之士 也没有过如此多的人才 这跟他爹田武 创办纪下学功 有很大的关系 在朝廷中 有周济为相 总守为司寇 用刑法管理臣民 外交上有淳于坤为使者 而军中有五大战将 都是颇有盛名的人物 田记为司马 总管军事 孙命为军师 在南方有 潭子守卫南城 以抵御楚国 潜伏在徐州 用以巨宴 西边有田班 固守高堂 以抵御赵国 齐维王对这些人才 都是绝对的支持 有一次啊 这个齐维王和卫慧王 就相约去打猎 然后卫慧王就问 大王你们国家有宝贝吗 然后齐维王就说 没有 然后这个卫王 就甩出来了一句 像我们这种小国啊 能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 然后一寸大的叶明珠 还有十颗 大家瞧瞧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两个国家领导人 在那比奢侈品 然后齐维王就甩出了一句 我认为的宝贝 与大王不太一样 我有个臣子啊 叫潭子 我让他镇守南城 然后这个楚人啊 不敢向东来侵略 我还有一个臣子 叫班子 我让他固守高堂 这个赵人啊 都不敢在东边的 这个河里打鱼 我另有一个臣子 叫总守 我让他戒备盗贼啊 然后在路上 别人钓的东西啊 都没有人去捡 我感觉这些啊 都可以光照万里 又岂止是这十二辆车呢 然后这个 卫会王啊 就觉得非常的没面子了 这个就能看出来 到底这两个王 谁的政治格局更大一点 这个就是史记中著名的 齐卫王卫会王 汇田于娇 齐卫王34年 公元前323年 秦国想要入侵齐国 双方在桑丘交战 虽然齐卫王的进尘 多次称齐国主将 匡章会背叛 但齐卫王说 连死去的父亲 都不敢忤逆 会背叛活着的君主吗 坚持让匡章出战 于是齐军击败秦军 获得桑丘之战的胜利 照这样的发展来看 齐国文有周记主政 武有田记听命 再加上国君 齐卫王又是个英明君主 可谓是齐国之福 然而历史 不是平静的湖水 齐国很快 也就来到了十字路口 田记属于田氏公主的一员 经过军功累积 加上孙命的辅佐 在齐国逐渐有了巨大的声望 而齐记虽然贵为相国 然而在齐国 却没有任何根基 齐记显然有些担心 于是将相之间 开始出现裂痕 不幸的是 齐记没有令相如的胸怀 将相之间的裂痕 越来越大 最终 齐记用阴谋陷害田记 按理说 齐卫王一代民主 是应该重用田记的 但是当时的田记 已经功高盖主 要是再进一步 的确会成为齐国唯一的犬臣 甚至可以架空国君 于是齐卫王开始查田记 朝堂之上最大的危险 莫过于国君对自己的怀疑 田记也是个聪明人 只能孤身逃到了南方的楚国 就这样 齐国叱咤风云的田记大将军 没了 那个神机妙算 决胜千里的孙并 也不在了 孙并到底去了哪 没有史书记载 齐卫王36年 公元前320年 齐卫王去世了 他的孩子田辟江继位 这个就是齐卫王 那么看着古墓 给您讲的齐卫王的故事 我们就算讲完了 好了 齐卫王墓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下个视频 咱们探第二座 也就是齐卫王墓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 我们下期见 拜拜